1 2 1 2 1 1 2 1 高中是升學為主沒錯 但是高中升也很瘋社團 一開始都是因為崇拜學姐 就是經過學校走廊 是景美女中 經過學校走廊看到學姐在那邊練舞 會覺得真的好帥喔 除了覺得很美之外覺得很帥氣 因為學姐每個臉看起來就是都很有殺氣這樣 就覺得很崇拜學姐 然後那個熱舞社是要有經過海選才可以進去的 然後最後就被選進舞團 後來我是當副社長 那時候我就蠻討厭上學的 覺得考試什麼都很無聊 因為每天都一直考試啊 所以我覺得我就幾乎把所有的專注都放在社團 所以高一高二成績都還蠻爛 基本上都是班上道主三名的那一種 對 所以我媽已經給我下的超多次通締了 因為我們社團就是到高二嘛 高二成果發展會辦完等於就結束 你就要交接給下一屆 就是等於要全新開始準備考試這樣 所以高三我就非常非常努力 因為我是落後太多了 就是迎頭往前追趕這樣 那你這個很厲害 很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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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表現的 今天算是有跟上速度 應該還可以吧 可以 超可愛 算有幾格啦 超厲害 我覺得自己有嚇到就是 真的很厲害 因為之前也有合作過 就是我們也有一起排 就是之前總部 總部那個 總部成立 總部成立的時候我們有去幫忙跳 然後那時候K也有跟我們一起練 然後就是有覺得就是他真的很厲害 興趣 興趣 如果興趣的話我覺得到現在我都還真心喜歡 就只要我有時間我就想要做的事情的話 那件事就是跳舞 我覺得我會喜歡跳舞是 就是就是你在跳舞的那個時間 你是完全投入在這個世界裡 暫時不用管外面的事 然後全神的關注 因為你的耳朵在聽音樂嘛 那你的身體 你的身體也在融入音樂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讓我覺得 最可以盡情的做自己的 唯一的時間 T5因為被納入2024奧運的項目 這個對整個各個國家 特別是台灣的街舞權 其實影響蠻大的 意思就是說街舞 未來它必須要成為我們基層體力 開始培養 所以我們現在也開始協助 當這個中間的橋樑嘛 因為我們對街舞也有興趣嘛 然後她兩歲多 很胖 我去年選舉她的整個大罰胖 因為我就 我都早出碗龜嘛 我就怕她不會餓 所以我就一出門的時候 給她到超多 我就發現他們也可以拿來練手臂 你知道嗎 就是因為我本來會 我在家裡本來會固定練一個動作 就是這樣 我現在就是把牠們拿來當我的雅鈴 對 我就是叫牠妹妹弟弟 叫牠弟弟 可能因為我是解決 解決 愛媽就有跟我們說 希望可以優先醫養兩隻 但是兩隻一起養起來 因為我其實會鼻子過敏 我是過敏人 以前就會流鼻涕啊等等 但是慢慢會習慣這樣 但是那時候兩隻一起來 從兩隻來的那個量真的是 一開始的時候我就是過敏到 就很難很難睡 你家 你家 來 我們去年就在討論說 那個 政府有兵儀館嘛 但是我們兵 寵物兵葬能不能也有 公共設施這樣 因為現在等於完全是 走民間市場 所以然後它完全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 規律在這樣 所以會變成你有沒有遇到 有良心的業者廠商 現在我們寵物人口越來越多 所有保險 然後到醫療跟兵葬 我覺得未來應該都是 政府要更多的那個官民進行 於是 最新的校園 然後 就是 我們 進來